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每次去理发店剪头发 最烦理发师推销烫染和办还原卡 今天哥就来教教你 这么多年来总结了拒绝理发师推销的技巧 一 先下口味讲 抢在理发师开口前先开口 比如询问理发师多大了 哪儿的人啊 工作辛苦不辛苦 结婚了没有 或者直接来一句 你这答案立马 二 直奔主题 进门后挑好理发师指使他的眼睛说 不趟不染 不做营养 不办会员卡 普通剪短就好 今天就带了几十块出门 你看够吗 三 冷淡回应 坐上椅子就开始睡觉或者装睡 理发师问您问题 简单回答 是的 不用 这样就好 嗯嗯 他推销时微笑着摇摇头不再说话 实在被烦得没辙就说 我先看这次剪得好不好 再决定买不买会员卡 四 选熟悉的理发师 找到自己觉得剪得好又不烦人的理发师 直接把脑袋承包给他吧 找到自己打底作 点�抛袋承包 转发 튀出门 那mm 这个 Niemeer 转发